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之前我有幫朋友組裝過一台桌機 後來又幫他裝了一套ARGB的風扇 這兩件事情都在我們過往的影片中有呈現出來 不過呢,過了一兩年最近他跟我提到 其中一顆機殼風扇他故障了 那CPU的散熱器也秀得秀得了 這次升級希望RGB燈效還是要有 但是比例不要太高 另外就是希望電腦也可以更安靜一點 畢竟現在放在他狹小的房間 原本聽起來不太大的風聲和馬達的機械聲 在小空間現在就變得非常明顯 這一兩年的過程中硬體也有升級一些部分 相較之前比較不同的就是顯卡 原本是ASOS ROG Strix RX570 過去一兩年陸續換購一路換到現在是用 PNY的GeForce RTX 3060 12G 應該是目前最大的散熱上的差異 記憶體變成了超頻款 電源供應器也有升級 其他則大致沒變 CPU散熱器原本是用MD CPU隨附的幽靈風扇 那現在它的主促是說 時不時馬達就會有異音 這個異音的吵不吵本身是一個問題 但是更大的困擾是 它不確定這樣子風扇是不是壞掉 所以每天就會提心吊膽的 就怕風扇一停轉 CPU可能就直接過熱燒掉了 這種忐忑的感覺其實是最難受的 我測試了一下 平時放的方式倒也還好 就是偶爾才會有異音 但是主機稍微傾斜一個角度 哇 但那個噪音是一直輸出的 而且更吵 吵的就像是一台小台的電動車一樣 非常吵 這個如果是我的桌機 我真是一秒都無法忍受 那我跟Biquette討論過以後 我們決定幫它升級一顆Biquette Pure Rocks 2 FX 這顆其實就是之前Pure Rocks 2的改款 那它就是將風扇改為外環RGB的LightWin PWM High Speed 主機板部分當初買這張ROG C6H真的是一代神版 那主要就是衝著最後一波特價不到3000塊 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 配上3500X肯定是大材小用 當時只確定可以上到3000系列 想說未來可以換個3700X就很划算的 現在已經確定可以上5000系列了 這張板子真的是CP值爆棚耶 你很難在近代找到一張這麼強的主機板了 總之未來是計劃二手收一顆更強的CPU 本來也有打算這次連CPU喜歡 但是想到7000系列是快出來了 那我們還是再等一下好了 看7000系列出來 5000系列價格會降一波 雖然現在350X即便開PPU大概就是90W的功耗 配上Pro Rock 2 FX或許有點大材小用 但這台規格的底子好 升級的可玩性就很高了 另外我確定有沒有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過 Be Quiet的Dark Rock 4 因為我之前幫另外一個朋友組裝電腦的時候 買過一顆 那顆的風扇的鋼絲卡扣真的是有夠難扣的 而這次裝Pure Rock 2的時候 我原本也非常擔心這點 但是這次真的有讓我改變印象 現在的Be Quiet的鋼絲卡扣 已經跟大多數的散熱器一樣好扣了 那這款的鋼絲卡扣也有經過黑化處理 所以這是讓我覺得在產品上有進步的一個地方 那機殼這台是Define 7 Compact 它支援的CPU散熱高度是169mm Pure Rock 2的高度是155mm 所以安裝上去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想用這顆散熱器裝目前的新平台也OK 有支援到Intel最新的LGA1700 MD這邊也有支援到最新的AM5跟AM4 那麼散熱和靜音的差異 我們後面改裝完以後 會實際播放給大家比較看看 這顆塔散它本身是單風扇的版本 所以這次我也額外幫它裝了一顆Silent Win 4風扇 變成雙風扇的塔散 這樣子我覺得就有達到它希望保留一點RGB 滿足對燈光效果的初心 那風扇方面又能夠達到靜音的訴求 機殼風扇的部分也一起換了Picquart他們家新推出的 Silent Win 4跟Silent Win Pro 4 主打風扇的馬達是採用6級馬達 在有很好的散熱效果的同時 又能夠達到靜音的要求 相較上一代的扇葉跟邊框的距離也有縮小 加上漏洞型的風扇邊框可以有更強的風壓 所以你會發現前後兩邊的造型的邊框是不一樣的 高階版的Silent Win Pro 4 不管是12公分還是14公分的版本 在轉速、風量等等指標上都是強上不少的 當然風扇聲也是會大一點 不過我覺得Silent Win Pro 4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每顆風扇上面都有單獨的開關 可以切換中速、高速、超高速三個等級 後面會有CPU、GPU雙烤的場景 看看在低轉速跟最高轉速這兩個等級 在溫度表現還有噪音方面的差異 我覺得這個差異是非常明顯的 而不管是哪一代的Silent Win 本身就是Picquart旗艦定位的風扇 從包裝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價值 包裝盒的厚度和材質都是相當的蕩 風扇本體跟配件都有單獨的盒裝 外面還有一層外盒包裝 配件盒可以看到不同類型的支架 最典型的支架特別適合給水冷排 也有專門對應和塔散的 以及用Push Pin安裝的 這兩個都非常的有彈性 不過倒也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怎麼裝 所以這就是看你的喜好 但是像Push Pin 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裝在水冷排上 對吧 這是我第一次用Bicquart可以更換支架的風扇 這對我來說也是蠻新鮮的 首先這個拆換卡扣是有點硬的 不是很好拆 拆久了的確會鬆一點會比較好拆 不過我覺得通常就是桌機裝上去後 你也不太會懂了 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 反覆拆窗的機會其實不高 你就等不到它鬆的機會了 那如果一次要裝5顆風扇 你就要拆20次 手還是有點酸的 那我覺得可以考慮做鬆一點軟一點 對消費者來想這個安裝就更輕鬆了 而以生產製造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Bicquart這次做得很好 風扇本體跟4個角度的支架 都是用射出成型的 那它的分模線都收得很好 細節邊緣不會掛手 注尿跟頂針的位置也都藏得很好 尺寸也都相當精準 設計方面也可以看出很多細節 是官網文宣沒有提到 或是其他國外的開箱影片也都沒有提到的 像這個叫做Corner的配件 它其實有分AB兩個Type 差異在於TypeB這一款 它的側邊有讓出一點點空間 這樣對應到風扇線的時候就不會卡到 可以完美走線 另一組可更換的支架是防震橡膠扣具 真的非常軟 防震效果應該是很好 即便安裝後可能都沒有用到 我也不會丟掉打算拿到其他可以 需要用到避震的地方拿來應用 Silence Wins Pro 4價位比較高 但從這些小地方還有設計做工 我都有認同它有這個價值 那我們看到目前這台機殼的風扇 其實也還算堪用啦 就是會有一些靈異的小問題 像是根本就沒有碰遙控器 機器的RGB就會自己換顏色 多少是覺得有點毛 另外就是剛好有一顆機殼風扇也有異音了 如果轉速稍微拉起來的話 就會有明顯的叽叽啾啾的聲音 而且有越來越大聲的趨勢了 根據這台機殼的風扇空間 預計這次前置安裝兩顆14公分風扇作為進風 頂部也安裝兩顆14公分 設定成前進後出也配合塔扇的位置 後方則為一顆12公分的排風 接著進入到實測環節 測試的方式是CPU跟GPU雙烤10分鐘 CPU是用Ida64跑FPU 壓力比較大 GPU則是用Frontmark跑甜甜圈 為了測量機殼內的溫度 這次單獨放了一支溫度計 在機殼內後方排風扇的下面 會放這個位置是覺得 這邊受到風流還有顯卡排風的影響是比較小的 改裝前CPU溫度是90度左右 CPU的風扇轉速平均是2636RPM 這個噪音可想而知後面就給大家聽就知道了 儀器測出來的分配數是沒有差多少 但是我覺得實際聽起來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在原本的情況下 機殼的玻璃摸起來也是溫溫的 在整個機殼裡面的溫度 溫度計顯示是40度 全套改裝比快的以後 就是用上了Pure Rock 2 FX 還有Silence Wind Pro 4等等的風扇 首先CPU溫度我們看來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但是風扇的轉速是低非常多的 噪音自然也比AMD那顆原廠風扇 即便是它正常時比那個還要靜音 即便是隔著玻璃都可以明顯感受到這個差異 顯卡溫度跟最熱點的溫度都降低了2度 機殼溫度下降最明顯 從40度下降到32度 手摸玻璃就是比較涼的感覺了 比較接近大家平常使用電腦會設定的狀態 接著把每一顆Silence Wind Pro 4 都調整到最高速的檔位 還好這次風到的位置都比較好處理 不會遇到需要把風扇拆下來調整開關的情況 接著在軟體中也將風扇的轉速搭好拉滿 機殼溫度再次下降到30.6度 CPU溫度也離開了94頭的大關 平均約86.32度 風扇轉速各個都是最滿的狀態 風聲就非常澎湃了 已經有點伺服器狂暴模式的感覺 不過都還是蠻純淨的風扇聲 沒有什麼太奇怪的機械噪音 而發熱大戶顯卡溫度也下降非常顯著 核心溫度平均在70度以下 最熱點也相較原本降低了5度多 噪音的部分我將三種狀態的情況錄音下來的 波形還有平均圖輪波給大家聽聽看 聽完三種模式是不是感覺這個差異真的是很明顯 而實際上對於散熱的表現也是非常顯著的 感謝Be Quiet贊助這次的產品 讓我們可以直接幫朋友換掉原本這些有問題的CPU散熱器 還有機殼風扇 減少了一些年少青黃的RGB 整晶運行也更靜音,溫度也明顯更低了 最後如果你也是用C6H這張主機板 你可能會想說,為什麼我知道你做的但是RGB的接口對不上 怎麼接都接不了呢?那這是因為我們有另外買一顆轉接器來裝了 那這部分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我們下期再會